这位女子气质超凡脱俗,先锋道骨,看上去颇有演员,堪称古画中的网红美女。 此画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,但是画中人物却不是唐代的女工才女陆美娘。 那么她是谁呢?女子右手持一竹边照理,左手提一竹篮,篮内还有两把照理。 大家看仔细,那可不是浮沉,这些就是竹边照理。 她应该是唐代著名禅宗居士旁运之女,旁灵照。 旁家以竹边为生,全家参禅悟道,灵照也颇得疾风。 旁灵照被认错不止一次,这是藏于故宫的鱼兰观音图,她也是持照理提竹篮。 大家看仔细,那可不是连蓬哦。 从提诗有漏照理,混无孔窍,更问如何,灵灵自照来看,实际画的也是旁灵照。 而不是观音。 探明身世之后,大家再看一看这位颇具送风送运,神秘优雅的缠门女居士吧。 网友点播《沾花是女徒》,这幅画太有名了,三物简单说一下吧。 整幅画圈分为挑逗小狗,与花比美,手捏蝴蝶三个组团,还有一只美丽的无处躲藏的仙鹤和一只自由的不识食物的小狗。 古语讲,女为乐极惹容,这六位女子打扮得极致奢华,颠覆美丽,显然不是为了欺负小狗小花,蝴蝶仙鹤,与她们为伴,反衬出了更深的寂寞与无奈。 从艺术性上说,这幅画也盛在布局和节奏,暗含着一种音乐的韵律,人无千日好,花无百日红,一股淡淡的惆怅,隐隐袭来。 今天,三物不过度解读,请朋友扑古琴一曲,邀大家一起静静地误一误,画中的意境吧。 这不是前两天砍竹子的那个老头吗? 是的,还是六祖惠能,他今天改思书了。 六祖惠能是不识文字的侨夫出身,他提出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的禅法。 他倡导参禅悟道不需要枯作,也不需要念经,而因摆脱繁琐张句,在现实生活中去求证。 行住坐卧,砍柴丹水都是修行,这大大促进了佛教的普及和发展。 六祖四星图正是表达了惠能的这个立场,画面上方的松枝,如同混乱的蜘蛛网,也仿佛在暗示,经书读多了,就会让人陷入这样的迷思。 我们注意到,画中六祖在奋力思书的同时,右手抬起食指,似乎隐含着纸乐的典故。 慧能曾经在点画某位修行者时说,体会真理,跟认不认识字没有关系,真理好比天上的月亮。 文字如同指月的手指,手指虽能指出月亮在哪里,但手指不是月亮,而且看月亮也不一定非要通过手指啊。 这就是那段著名的禅宗故事。 萨林里说,左手指月,三五觉得指要能指对了,左手右手都行。 如果你最近烦恼很多,三五建议不妨看看《破墨仙人图》这幅画。 第一眼看到这么丑的人,还这么撒爽,我们俗情琐事,你开心一点了吗? 生活中将信将疑的场景很多,但是你知道怎么表现这种表情吗? 看完元代画家赵雍的高峰原妙禅师像,就有答案了。 南宋时期的原妙禅师,孙陆禅师的信念和质疑两者之间的关系。 提出以以信为体,物以以为用的观点。 就是说,要把质疑建立在信念的基础之上,否则质疑就会失去的方向和意义。 而要开悟真理,就必须学会运用质疑,信和疑,对立统一,将信将疑才能求得真理。 画中的原妙禅师,抬眼凝视,双唇四开四壁,嘴角下垂,红须上挑,显得沉着冷静,有幸有疑。 此外,他独特的发型,尖杂的白发,平直的眉毛,硬朗的下颌,也无一走板,全部参与了这种神态表达。 赵拥创造性地将原妙禅师的信仪理念,融入其面目特征,呈现了一瞬间的表情,就是骨子里的江信江疑。 你知道古代妆容有多前卫吗? 南北朝时期流行的邪红妆,堪称最早的伤痕妆。 有些唐代云涌的面颊两侧,挥着两道红色月牙,远看像两道伤疤,这种奇特的妆容叫邪红妆。 南逃张蜜在《庄楼记》中记载了其来历,相传魏文帝与曹丕在灯下看书,宠妻薛叶来,近来时不小心脸撞上了水晶屏风,伤处如朝霞将散。 痊愈后虽然脸上留下了疤痕,但魏文帝对他仍宠爱依旧,宫女们纷纷效仿,用胭脂在脸颊画上斜红,预展出楚楚可怜的伤痕美感。 不知道曹丕每天满眼都是点上伤痕累累的公寓,心中适合感想。 三五觉得,邪红妆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胆前卫的妆容了,不过伤痕式妆容毕竟是虚假而矫静的模仿。 邪红妆流行一时,到晚堂便销声匿迹了。 我们以前看到的兽型全都月黑风高,枯树寒枝。 院中两位老汉眉目传情,手舞足道。 还有两位前后相拥,表情陶醉,捏手捏脚偷偷摸摸打头的这位正回头提示同伴,收敛点。 这几位老大爷到底想干什么坏事? 非夜,原来只是想偷听一下这位高士的琴声。 你们听说过对牛弹琴,今晚这位先生演出的是对山弹琴。 琴声顺山而起,旋律好像已经贯通古处,顺着旁翼斜出的囚禁之感如激荡的情怀挥洒四方。 画中怒戈指窗又似规整有趣的音韵,截至了流淌在树梢上的奔放。 小巧精致的琴舍,仿佛是一个音箱,让美妙的琴声更加动听悠扬。 后面的院墙应该是回音壁吧?回音醇厚,余味绵长。 残缘断壁不萧瑟,久录琴韻成之音,最终长成了无线谱的模样。 这么好的音乐家,这么好的音乐厅,还有这么好的解说,你们几个别跳吧,先把票补一下。 一幅很有意思的画,五位大夫奉命教队皇家书籍,七个美女还室,八个奴仆伺候。 周围的美女脸上都贴的啥? 木兰词里有一句对镜贴花黄,这叫鹅黄妆,南北朝时期未婚少女流行的一种妆物。 因以黄色颜料,染化或粘贴于鹅间而得名,黄花闺女,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。